美国佛州气候温暖宜人 但是也是鳄鱼的天堂 最近就有一只大鳄鱼 闯进了社区的池塘 专业的捕鳄人士 跟鳄鱼缠斗了一整个早上 才成功将它给捕获 风光明媚的美国佛州社区 一号早上 池塘里出现一只不速之客 捕鳄团队拿出各种工具 但凶猛的鳄鱼 没有那么容易束手就擒 鳄鱼大力甩动缠住嘴巴的杆子 捕鳄人士失去平衡 惊险趴在地上 让附近的人全都捏一把冷汗 不过姜还是老的辣 专业的捕鳄人士 费了一番功夫 终于把鳄鱼从池塘里拖出来 再用胶带封住嘴巴 用车子再去其他地方也放 捕捉鳄鱼的过程 吸引大批民众围观 小朋友更是看得兴致勃勃 什么冬天的冬天啊 对 你带到学校去学校 对 确实 我感到感到感到 他们做了一种工作 佛州近来越来越多鳄鱼出没 为不少当地人造成困扰 州政府还有核发补俄执照 只要有补俄工具 没有犯罪记录就能够申请 既可以为民除害 又能够赚外快 但也要冒着被鳄鱼咬伤的风险 林又任编译 我能够是否赚外汉的风险 没有人造成困扰 我能够抹下来越大风险的风险 不管是否赚外汉的风险 是否赚外汉的风险 只要有补俄执照